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因應台灣反覆貿人士佔領立法院 討論立法會大樓的保安問題 主席曾鈺成在會後說 委員會認為現有的保安措施足夠 不尋求警方協助的時候 是會出現一些我們不願意見到的後果的話 當然就要尋求警方協助 這個我們以往一直都是這樣 過往也曾經試過很特別的情況下 秘書署要求警方協助 但每一次都是因為秘書署的判斷 我們不能自己處理到的問題 張宏誠又說如果立法會不能運作 議員可以領域地方開會 不會影響到法律的效力 而立法會秘書長在特別的情況下 亦可以行使權力禁止立法會開放給公眾人士